欢迎收看环球新闻社 我是心仪 每周五下午两点半 我们都相约在这里 那在节目开始之前呢 我先要来给大家回顾一下 过去这周市场走出的一些重点行情 以及一些重要的事件 我们好在这事件的背后剖析一下 为我们接下来的一周 做一个交易的计划和准备 来看一下 上周六呢 巴菲特股东大会啊 在美国奥马哈召开 巴菲特表示满意重仓苹果 后悔没有能够购买谷歌母公司 同时呢 也抓住机会投资了亚马逊 和股神秉持价值投资理念不相同啊 市场上呢 不乏投机者 其中呢 购买比特币的投机者比较不幸 周三呢 全球一家加密货币交易所 被黑客偷走价值 4100万美元的比特币 那受到该消息的影响呢 比特币价格一度是大跌3% 市值蒸发27亿美元 目光我们转向原油市场 沙特表示 6月将在亚洲出售更多的原油 拖累油价 不过呢 美国对伊朗限制加码 使得油价回升 那接下来呢 油市可能会陷入多空交替的状态 欧贝格加是否延长减产 原油需求增速预期 以及伊朗的问题等等 都将左右油价的走势 再看一下央行动态方面 澳洲联储呢 并没有如市场预期一样降息 或者是释放鸽派的信号 奥运短线走强 那反观新西兰联储 成为了本轮首个降息的发达国家 而美联储呢 则是四平八稳 费城联储主席哈克认为 年内有可能加息一次 包括大老鲍威尔在内的官员 都说并没有降息的倾向 那在这种局势之下 美元指数并没有大幅走弱的迹象 黄金则是在避险情绪的助推之下 冲高到了1290美元上方 可惜啊 没有能够守住这波涨势 那今天呢 咱们就好好来聊聊央行动态 以及避险资产黄金方面的消息 本期互动的话题呢 你也可以来参与 您认为近期的黄金 会有怎样的走势呢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 踊跃参与讨论 在节目最后呢 我们会挑选出来几个观众 和大家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 以后有一些小礼物送出 好 那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呢 我们先要来回顾一下 这一周的一些重点行情 新西兰联储把官方贴线率 下调25个基点 将至1.5% 随后呢 新西兰联储主席奥尔表示 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是下调利率的主要原因 那受到降息的影响呢 纽云对美元应声下滑 70多点 刷新了半年来的新低 商品货币纽元下行 避险货币日元走势就强劲了 全球股市近期呢 也是波动非常的剧烈 那这也加剧了市场的避险情绪 另外呢 全球经济前景下滑 风险仍然是存在的 这也让资金啊 不断地涌入了避险资产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日元是顺利突破了 110的关口 在全球经济风险偏向下行 新西兰当然是难以幸免了 该国第一季度CPI呢 仅为0.1% 因为就业人数增速 跌入了负的区间 那么薪资增速也不及预期 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呢 新西兰联储啊 就先任一步 成为首个降息的发达国家央行 而且呢 新西兰联储的预期显示 还有进一步降息的可能性 核心西兰联储 同为难兄难弟的澳洲联储 也开始公布了利率决议 出户市场的意料 并没有降息 也没有释放鸽派的信号 不过呢 澳大利亚的经济 也是十分的堪忧啊 所以呢 仍然很难避免 年内降息的命运 说到经济数据的疲弱 不得不提的就是欧元区啊 它是可是绕不过去的 欧元区三月CPI呢 很让人失望 四月制造业数据 更是录得了六年多的最低水平 那欧元区经济火车 德国四月制造业PMI呢 也是仍然低于融枯线 而且这种情况 很可能还将继续 继续几个月 那IMF呢 似乎已经预见到了这种情况 连续下调了欧元区的 经济增速预期 德国的预期啊 更是悲观 被下调到了0.8% 因此呢 欧元行只能采取宽松的政策 行长德拉基就表示说 欧元行将会准备好所有的工具 来应对不时之需 在全球经济都不是很景气的情况下 新西兰联储打开了发达国家降息的大门 那欧洲联储呢 年内也是降息一次 也成为大概率的事件 同样 欧元行呢 也难以免俗啊 9月呢 将会推出常债 融资操作 会不会有更多的宽松政策呢 目前还不是很好说 那如果说新西兰央行的降息行为 形成了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 那么投资者将会拥抱避险资产 像美元 日元等具有避险属性的商品 就会被追捧 昨晚说回来 并不是所有发达国家的经济都不如人意啊 至少美国的数据还是有看头的 虽然3月核心PC1不接预期 但是3月非农报告也让人失望啊 这些数据呢 却是非常亮眼的 比如说 3月季条后 CPI月率就录得了一年多来最高的水平 3月零售销售创下了一年多以来最大的增幅 美国第一季度GDP呢 是远远超过市场的预期 录得3.2% 所以说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的预期 也没有那么悲观 不过美联储本月的利率决议 还是让投资者们捏了一把冷汗啊 详细来看一下 上周美联储维持2.5%的利率水平不变 但是将超额准备金率从2.4%调整到2.35% 政策声明指出 整体和核心通胀下滑 处在2%的下方 而且未来几年会逐步下滑 为此需要对未来利率走向保持耐心 市场将此解读为鸽派信号 不过在随后的新闻发布会上 鲍威尔却发表了鹰派的言论 他说 超额准备金率下调只是较小幅度的技术调整 而非政策调整 目前没有上调或下调利率的信号 鲍威尔还补充道 今年年初核心通胀下滑只是暂时的 预计通胀将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在2% 不知道是不是鲍威尔在后面放了一个烟雾弹 还是说 美国下调超额准备金率 只是技术性调整 这样看来呢 似乎一点都没有释放出宽松政策的信号 那么整整的这个上周美联储官员的言论啊 其实我们整理一下可以发现啊 分歧是不小的 比如说美联储爱文斯和布拉德都表示 看到通胀预期过低的风险 若通胀走低 美联储可能会降息 美联储呢 梅斯特却说通胀预期稳定 经济持续增长 年内不太可能调整利率 非诚联储主席哈克呢 更是认为可能会加息 那看来美联储内部啊 对于政策走向的意见呢 现在看来还不是很统一 所以呢 通过官员的讲话 咱们也很难判定 美联储的政策是否倾向于宽松 不过呢 从去年的6月以及12月 美联储两次对超额准备金利率的调整来看 美联储似乎已经放宽了政策 那我们也不知道 他们调整这个是不是一个技术性的调整呢 下调超额准备金率 是为了鼓励银行对外来放贷 这样就能够向市场提供流动性 而不是把钱存在美联储获取利息 按照摩根士丹利的说法 这是为了防止基准利率走高 而且美联储通过降低超额准备金利率 可以降低美元在美联储超额准备金账户的吸引力 从而向下施压联邦基金利率 简单来说就是 美联储已经放宽了货币政策 只是采取了比较隐蔽的手段 而且鲍威尔以四两拨千斤的手段 化解了市场的鸽派解读 那么接下来就要实打实地盯住了这些经济数据了 虽然说鲍威尔说 一季度通胀疲弱只是暂时的 但是如果不能回归到2%的水平 那么美联储仍然有可能释放宽松的信号 甚至是降薪 总的来说各大央行现在或多或少的都有放宽政策 再结合全球经济增速放缓 资金会不会寻求一个避风港 涌入避险资产呢 这也难说 当然是不是说黄金又有一波上涨的黄金呢 可是我们回顾四月黄金相关资产的交易情况来看的话 似乎也这并不是这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世界黄金协会公布的数据显示 四月全球黄金ETF持仓量下降57吨 降幅达到2% 而且黄金四月份的日交易额下降到了1.06亿美元 比2018年的平均水平低了7% 不仅如此 纽约商品期货交易所目前黄金的净多仓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这些迹象表明 近期黄金市场的悲观情绪比较浓郁 但是世界黄金协会却指出 股市估值过高 欧元区风险都可能造成波动 此外 市场还要继续调整 以适应美联储政策从紧缩转向中性 该协会指出 根据历史经验 美联储的政策从紧缩转向中性 将刺激黄金在未来12个月大幅上扬 我们从资金流向 可以看得出来市场并不看好黄金 可是根据历史的经验 黄金似乎又有了上涨的动能 看来我们还需要更多的信息 才能支撑 才能对黄金的走势 做一个较好的预判 那我们从供需的角度来看一下 去年全球央行一共采购了651.5吨黄金 创下了1967年以来的最高购买量 那根据黄金协会的报告显示 截止4月初 全球央行的黄金储备 比去年同期增长了68% 随着央行长期持续增加黄金储备 对于黄金有一定的支撑作用 那我们从短期来看 印度已来了重要的节日 4月黄金需求量 那就是明显的出现一个升温了 反观供应端 加拿大黄金公司暂停了 在墨西哥最大的经营矿 约50多万盎司的黄金生产 受到了影响 另外南非黄金产量连续18个月下滑 那我们从供需关系可以看得出来 黄金似乎应该是走强的 可惜金价仍然在1290下方运行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美元比较坚挺 相对于全球其他央行来说 美联储的政策相对紧缩 这对美元指数是一大助力 而且美国的经济 还比其他经济体都强劲 所以说美元开始走强 而美元计价的黄金 就并没有出现大幅的上扬了 因此短期之内黄金 如果想要突破的话 似乎还是有点困难的 而且从2010年以来 5月的黄金下跌概率是66% 并且下跌幅度还不小 这么看来 5月似乎可以做空金价 汇丰银行也指出 金价是非常难跨越阻力区域的 除非市场的信心破灭 要不然金价就很难有很好的表现 这么看来 在美元指出强势 市场也没有出现重大变故之前 黄金似乎很难强势走高 那又到了周末 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下周的重点事件前瞻 下周需要重点关注油市的三大月报 其中OPEC月报将会在周二公布 另外经济数据也是下周重点的需要关注的 美国将会迎来恐怖数据 4月零售销售月率 那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经济数据并没有市场预期的那么悲观 反观欧元区情况就不是很好了 不知道下周的第一季度GDP年率修正值 以及4月CPI数据 能不能够提振市场的一些信心呢 具体您想要了解更多 还可以参加 还可以参观我们的金时财经日历 好 那说完了今天的话题 又到了投行仓单板块 照例 我们还是要首先来看一段VCR 看看有哪些投行上了我们的福盈和福亏的排行榜 请凯威萨 截至周五上午11点钟 共有6张仓单福盈 其中摩根士丹利在4月26号中线做空的 欧元对日元福盈121点 法农长线做多的欧元对瑞朗福盈109点 法兴短线做多的欧元对美元福盈78点 另外路透IFR短线做空的 美元对日元还没有被触发进场 福亏方面一共有两张单子 其中美银美龄中线做多的 英镑对美元福盈66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单子 是摩根士丹利在4月24号中线做空的美元对家园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开仓位设在1.35009支笋位设在1.36508 那么目标位是设在1.2900这个位置 截至今天上午周五的11点 这张单子福盈39点 那大摩认为油价的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中国和欧洲经济的反弹呢也将持续来推升全球原油的一个需求 也许呢在不久的将来 不由会回升到75美元每桶 那由于家园呢是石油货币 油价走强也会支撑家园走高 所以呢大摩也认为说 加拿大央行呢也变得越来越鹰派 那么以上的这些原因呢就构成了大摩做多家园的一个依据 不过呢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看得到存在的一些风险啊 比如说最近呢美元指数比较强势 那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给家园施加了一些压力的 大摩为了规避风险呢设置了一个移动止损 把止损位从1.3650的位置呢 是提高到了1.3570 所以我们这里看到的止损位是它初次下单的止损位啊 这里呢也提醒一下大家 在做单的时候呢还是要调整好自己的止损和止盈的位置 也就是说大摩认为万一美元对家园扭头向上的话 那大摩也不会担心会遭遇一些损失 因此呢他就提前来锁定了一个利润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一张仓单 是关于澳新银行 澳新银行呢是在5月2号中线来做空的澳元对家园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开仓位设在0.9432 止损位设在0.9650 那么目标位是设在了0.910这个位置 截止今天上午也就是周五上午的11点呢 这张单子是福音11点 刚刚我们也说过了 目前呢利多加远的因素呢 其实还是比较多的 在澳元方面上周呢 澳洲联储公布的经济数据非常的不乐观 第一季度通胀率环比增幅呢 意外是降到了0 这就足以让澳洲联储感到如坐针毡啊 那如今呢越来越多的人为 澳洲联储会提前来降息 另外呢 澳洲大选的不确定性也有可能会利空澳元 以上的这些悲观情绪呢 也就造成了 构成了澳新银行做空澳元对家园的一个理由 好 今天呢就是这些给大家分享的投行仓单了 那么如果您想要看到更多的投行做仓单呢 也可以去我们的数据中心 那里会更加的全面 好 接着呢就是我们的技术分析板块了 那么刚刚呢我们给大家分析了黄金的一些后事啊 现在呢我们从技术方面来给大家判断一下 黄金接下来的一些走势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呢 则是我们黄金的四小时图 在图上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黄金价格测试完了斐伯纳契1288 也就是 刚刚是测试完了23.6% 也就是1280的这个位置 那么现在其实在这个地方呢 是出现了一些横盘的震荡 那么出现了之后呢 在一定程度上会出现一些反弹反弹 那么上方我们看到的第一个阻力位呢 就是38.2% 也就是1288的这个位置 再往上方呢 就是斐伯纳契50%回调位 也就是1295的这个位置 那么如果说 如果黄金出现了一些下行 受阻下行的话 那么将在1266和1288之间 进行一个测试和盘整 那么支撑位呢 就是1280 接着呢 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前低 也就是5月2号的1266 我们看得到 从4月27号的高点到这里呢 刚好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共振的区域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一张是关于黄金的日线图 日线图上可能看趋势会更加的明显啊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从2月份 黄金触碰到1346的这个高点之后呢 金价其实形成了一系列的 高点下移和低点的上移 那么上一次的低点呢 还是在8月16号的1160 那么恰好 这两个呢 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三角区 那么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黄金在这个位置呢 是于前面的阻力位1291 形成了一个共振的区域 那么目前呢 价格其实正在略低于下降趋势 下降趋势线和50日均线 构成的一个阻力位 也就是1291的这个位置 刚刚我说到的这里 那目前黄金在这里 也出现了一个窄幅的波动 如果金价突破了 这个阻力位的话 上方的关键的阻力位 就是前高1310的位置了 那么突破1310 就意味着黄金 打破了高点下移的一个趋势 万一价格走低 支撑呢 就见8月中旬以来的 下降趋势线 接着呢 是菲伯纳契50%的回调位 也就是1253的这个位置 在途中呢 我们也给大家标明了50均线 其实呢 很简单 我们在一般技术分析的时候 可能用的更多的是 菲伯纳契 黄金分割线 以及一些均线 所以大家在看到 我们的一些黄金的这个 日线图也好 4小时的图也好 也可以根据我们提供的 技术方面的一些判断 在自己的交易上呢 做一些调整 好 那我们回到刚刚节目开始 跟大家提到的一个互动话题 就是您认为近期呢 黄金会有怎样的走势呢 我相信大家做黄金的人 还是蛮多的 我们来看一下大家是怎么说的 好 谢谢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季先生 他说 十个一个多月 终于看到我了啊 迎接我们的 本周最潮的黄色衣服 说回这种正题 美元目前呢 在97.2已经得到了一个支撑 那么后市继续向98或者寂静 黄金走低呢 是未来的结果 起码回去到66啊 所以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 也提到了 似乎支撑黄金的因素不是很多 除非呢 市场真的对黄金失去了 这个对美元这方面失去了信心 可能才会重回到避险资产 好 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位 双赢说 黄金中期来看的话 如果价格突破1296 就会打开上涨的一个大门 如果向下跌穿1260 那么就打开了下跌的大门 那不知道这位朋友 是依据哪方面来看的 他是说以黄金中期来看 有两个地方的位置要突破 短期来看的话 目前还在1270和1280到1288区间 在震荡啊 也是处于一个横盘震荡的状态 好 再来看一下下一位 无心无语 这个朋友说 黄金从近期的走势来看 上行的空间不是很大 虽然呢 近期避险情绪高涨 但是在1290上空 还是有强压力在的 另外美国近期数据表现非常良好 而黄金重要储备机构ETF 大量减仓的情况都预期了 黄金也在减量 这些因素啊 都促使黄金继续有下限的可能 好 那我们这个朋友呢 他讲到第一是 美国经济的数据呢 其实表现比较好 第二就是重要机构 ETF大量减仓的情况 对 那我们在金市数据中心呢 其实也是有一个这个持仓报告 可以看到的 所以呢 这位朋友从这几方面去分析了 还是觉得上行的空间不大 看来大家的意见都比较同意啊 我们也谢谢这三位朋友 感谢大家的参与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在节目当中提到的 有关于事件的一些分析 还有我们一些技术方面的分析呢 也希望给到大家一些帮助 另外呢 我们小程序现在重新更新了 一版金石交易学员的课程 那么我们每日会有一些提供 每日策略 大家呢 也不妨在这里去看看 如果说能够帮助到自己 在交易上的有一些认知的话 那我们也是非常开心的 好 那期待下次再和各位来聊聊 这些技术和行情方面的内容 我是心仪 我们下次再见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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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